如果有一天,机器人取代了人类,这世界会变得怎么样? 自人工智能概念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担心,它终有一天会取代人类,也许现在还不是担心被AI取代的时候,但你依然可以采取一些步骤,确保AI和自动化技术不会把你从职场中淘汰。 四,应对策略,一,掌握AI,不要担心AI可能取代你,应学习如何在工作中整合AI,无论AI变得多么先进,它仍然只是一个工具,需要有人在工作中操作,而这个人可以是你。 二,培养领导和管理技能,AI在重复性工作上表现出色,但缺乏做出复杂决策或领导方面的能力,培养领导和管理技能可以让你在需要战略思考和决策的职位上不可或缺。 三,磨练批判性思维,尽管AI擅长收集和整理数据,但它们缺乏解释和分析数据的能力,因此你可以磨练批判性思维,以填补AI的不足。 四,提升技能,长远来看,不管科技如何进步,提升个人技能都会对自己有利无害,并且让你在有其他工作选择。 总的来说,目前尚未能确定AI是否能完全替代人类当前大多数AI工具的能力,实际上还需要进一步的人工操作,才可能确保准确性。 目前大多数AI自动化,专注于机械任务和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职能,如果正确应用,它其实是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与其担心,倒不如时刻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 未雨绸缪,无论未来如何,你都可以迎刃而解。